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81天 我们终于抵达了第一战燕城 刚好遇到丧尸攻城 于是我带领娘子军们迎战丧尸大军 在我的指导下 十名火系异能小姐姐同时出手 这场面着实是壮观不已 丧尸大军很快在这火焰中飞快的融化 眼前的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区区几千人基本都是女人 竟然打败了三万丧尸大军 特别是这个带头的男人 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你好 我是燕城城主 肖强 你好 我叫白哥 是这个团的团长 我们是从蔚来城来的 路径此地 你们是从蔚来城走过来的吗 城外这么多丧尸 你们这两三千人就走了过来吗 是的 我现在是五阶一变者 团里最低的小姐姐也二阶了 所以我们一路过来很轻松 你竟然是五阶一变者 我可是燕城的城主啊 现在也才是三阶一变者而已 肖强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 自己可是能拿到整座城 最好的资源 没想到还没有一个团长等级高 肖城主 你是不太欢迎我们吗 怎么可能 不是你们 这一次我们燕城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 你不用报答我 我只要这些丧尸体内的变异精就行了 那没问题 你全部都拿去吧 郭宇 你立刻安排人去收集变异精 收集完变异精之后 我们被肖强带到了一栋别墅 白哥 这里卫生已经全部打扫好了 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 感谢肖城主的招待 我这几天会在燕城停留一下 我们团队里有几个小姐姐是燕城人 她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探探期 第二天一大早 肖强就早早的来到了楼下 肖城主 我们团长他们还在休息 你在这里等一会吧 可恶啊 眼前这个开门的漂亮女人居然是一名四接一变者 自己作为燕城最强的男人居然连别人的保镖都比不过 这就是白哥的快乐吗 两个小时后妖姬走了出来 肖城主 久等了 你先进来吧 我去喊白哥 去给肖城主泡一杯上好的大红桃 肖强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茶水 陷入了沉思 我不是在做梦吧 在末世竟然还能天天喝大红桃 这也太夸张了 你去吩咐厨师多做一份午餐给肖城主 今天中午就吃红烧野猪肉 葱爆山羊肉 西湖醋鱼和未来城烤鸭吧 我中午一般都是吃饭团 条件最好的时候也就吃下自热米饭 肉类更是不敢想象 我本来已经做好这辈子都不再吃肉的打算了 吃得好就算了 昨天晚上有点黑 我也没有看清楚白哥身边的这些女人 这些简直都是人间仙女 这白团长真是厌服不浅啊 不好意思 萧城主让你久等了 请问你找我所为何事 白团长 你们是从未来城过来的 难道说未来城已经没有幸存者了吗 当然不会 现在城内有上百万幸存者 而城主陈刚 是五阶火系异能一变者 萧强听罢 倒吸了一口凉气 面城最强的也才三阶 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 萧城主 你今天来就是为了问这些的吗 当然不是 我觉得白团长这样的才是真正能成大事的人 漠视的突然来临 让整个人类都陷入了被够 我决定跟在白团长身后 也算是贡献自己的一点棉薄之力 我没听错吧 你愿意放弃整座燕城来当我的手下吗 我的话里 拒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我可不会允许自己的团队出现任何问题 如果今天站在这里的是个普通的燕城 三天一变者 而不是一个城主或者一个团长之类的 我估计就收了 能成为团长甚至成为城主的人 谁还没点野心了 白团长 我是很认真的 我觉得跟着你才能活下来 而且我马上就可以升四阶了 你可以等升级到四阶以后去未来城 同样可以活下来 我这里不适合你 我的一能是绝对防御 能够免一跟自己同等级的攻击 以后战斗让我顶在前面可以当肉盾 我听到这里眼前一亮 你想跟着我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的伙食要自己带 我可不会管你的吃喝 没问题 我会代购食物的 哈哈那我就收下你了 你快回去准备准备吧 过几天我们就离开燕城 真的吗 那就太谢谢白哥了 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 月月 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已经规划好了 好的 那我们三天后出发前往下一站 接着 感谢观看